大家好,我是沈玉兰,一起来关心5月3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召开了记者会公布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案例 而花莲县今天有通报一例确诊的个案 花莲县政府在下午召开了记者会来进行说明 花莲县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午召开记者会 由县府带领秘书长兼反应人战役寡汉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并且说明新增一例确诊病患 全县累计32人染疫居家隔离95人 而今天新增一例是与旺华亲戚到访打牌衍生的案例 今天新增这个病例 那么也是在前几天 我们家庭群聚感染隔离者当中 筛检它呈现阳性 5月26筛检总人数33 这是在吉安乡卫生所筛检的 5月27筛检113 5月28 136 5月29 82人 5月30 493 5月31今天早上筛检60人 合计筛检总共917个 那么只有一个是阳性 这个就是昨天 我们特别跟乡亲朋友提到 这就是远传中正路门市职员 他所接触的一个客人 这客人是5月21号 只有在远传市 他是说去缴费5分钟 那么这个案子很特别 他初筛快筛的时候 是尾阳性 二筛是阴性 三筛是阴性 我们持续去关注他 那么到昨天 他又呈现阳性 但是他的CT值33 如果以现在双北市 医院的处理方式 在双北只要CT值恢复到30以上 院方都会希望他出院 回家自主隔离 自主管理 那么把医院病床控给其他 比较CT值比较低的确诊的个案 那么花园县 目前医疗资源盘整 跟我们病床数还够 因此虽然这一位 唯一一个筛检出来 那么他的CT值33 但是我们还是请他在医院里面 继续接受治疗 对潮流市场人潮 可能有群聚一律 高雄市台中 陶珠苗 吉隆等县市 进入潮流市场 接采身份证尾数 单双号分流方式管制 对此张英华表示 鼓励民众自主分流 选在离风时段来采买 先阶段并未规划 强制民众带身份证上市场 但是要戴好口罩 遵守实联制是必要的 记得就位华彩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